一隻豬有沒有 這個也很有趣 就是有一個貴婦 她來找我算 跟我說她的老公死了之後 她就一生這輩子 她都不想要再跟別人在一起 我就說太可憐了 妳太辛苦 而且那麼多錢 貴婦也很年輕嗎 好年輕喔 大概才45歲吧 她已經有好幾億了 然後就說 你不跟人家在一起 你這樣很可憐 因為她一直來算命 因為都算一些 很無聊的東西 因為她只要找人家聊天 對 她生活很寂寞 很寂寞 然後她還 因為我排隊要一年 她就是願意花兩三倍的錢 就是把那個 插隊 把一天都買下來 就是來跟我聊天 所以那個叫做框嗎 對 就是框 沒有錯 這是個人框小夢老師嗎 是 其實這樣被框也滿 其實沒有東西算也很無聊 因為你不曉得跟她講什麼 她什麼都可以算 她框你一整天啊 一整天這樣子 我叫她說 你要不要轉台 轉去給我學生算好了 她就說不要 她說這是要跟我聊 然後我就跟她說 你應該趕快找了 就這樣連續這樣三年 有一天 她就來跟我講說 她夢到她的老公 因為她為什麼 不要跟別人交往 因為她說 她老公死的時候跟她講 你這輩子不要再愛別人 我這些錢都給你 死的時候 你看那個對女人來講 那個內心裡面 她一直記得這個承諾 後來我就跟她講說 我跟妳講 妳老公已經在地獄有沒有 教了別人了 然後她就說 怎麼會 她就愛上別人 而且她跟別人成親了 而且 這不可以有小三啊 對 氣死的這樣 其實我說真的啦 我是想要療癒她啦 我就跟她講說 跟她這樣講好了 妳講話不講的對不對 對 就是用一種方法 就是我想說這個人 你不能一直來 來到我們也很煩啦 讓她死這條心 對啦 死這條心 讓她放下 對 其實因為我是有看到牌 是說她轉世了嘛 但是如果我跟她講說 她轉世了 她一定會覺得說 不會 所以我換一個方式跟她說 就是她有別人 她就罵髒外子罵 本來一個貴婦這樣 然後她說怎麼可以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就跟她講說 妳會遇到一個政員 因為她後來聽我的話 她想說好了 那我再去找一個人好了 那妳這個政員呢 會是在妳去旅遊的時候遇到 然後她說 那我要去哪邊玩 我說妳隨便去啊 她就去日本啦 就搭商務艙 就遇到了她的 未來的另外一半 在商務艙裡面喔 然後去聊天 遇到了她的人生感情的第二春 是 那個男的沒有什麼錢 但是長得還滿帥的 就小的她大概20歲有 小鮮肉 小鮮肉 那小鮮被騙啊 我覺得應該是被騙 但是我覺得她 真的 可是我覺得她很開心啊 其實有些貴婦 她自己知道那個人是在騙她嗎 就是有些貴婦 她願意適度被騙 她願意 因為她覺得她開心就好 後來她很開心 她就買了豬 因為她說明年是豬年 她就想說 她就買了兩頭豬 一頭給我 我就說妳送我豬 是不是在侮辱我這樣 她說不是啦 就是 她是說因為明年是豬年 所以她送這個給我 一個給她小鮮肉 妳不要污蔑化豬 豬是很可愛 很可愛 很愛乾淨的小動物 這是真的 小鮮老師 會不會妳那個貴婦朋友 看到這一集節目之後 還跑回來找妳 是 再把豬要回去 妳說把豬要回去 對 我又把豬要回去 其實應該這麼說 小鮮老師是基於善念 對啦 我也是想辦法 這也是功德啦 對啦 分享給別人嘛 對不對 我們大同禮運篇講 觀寡孤獨成 皆有所養 對 沒錯 就是說如果真的人生 遇到婚姻有這個階段 是 那我們就應該重新開始 對 不要 不要 局限在那個小的 小的那個悲傷的 那個環境裡面 我覺得這是功德 對 真的 所以這是他送給妳的感謝之禮 沒錯 這個為什麼豬 在我們中國是一個 非常吉祥的動物 第一 豬多產 多產 多子多孫 你看那個豬一生 哇 生二十個 那樣就多了 對 幾丁 是 是 是 所以豬是一個 就是吉祥的寵物 第二 豬它是有福氣的人 胖胖 什麼事都甭做 狗看家 什麼牛梨田 豬啥事不用幹 這也是一件有福氣的事 他等著被宰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 豬它很聰明 是 你看豬的下面還有錢 你看這個旁邊還有什麼 還有靈芝 這個都是富貴吉祥 富貴吉祥的東西 這個好東西 這是什麼詩啊 這是一個三彩的翡翠 三彩翡翠 我們可以給它一個價格 好 我們來估價 那請秦老闆 請見價 八萬元 哇 這樣叫八萬塊 八萬塊 對 我真的好好 這個品質是什麼 這個翡翠的三彩 三彩 感覺應該是比較不透的 當然 像做擺劍 大部分都是在做事物上面 可能有一點覺得不夠檔次 所以就把它做成擺劍 比如說有人是 磕的是山子 有人是做觀音 有人是做花鳥 這是做豬 這個豬我覺得蠻吉祥的 對 太棒了